现在我分享了PowerPoint 又是稳固起见,找一个同学告诉我 看不看我的PowerPoint清楚 5A21号,王海荣 可以告诉我看不看我的PowerPoint吗? 王海荣5A21号 Anson5A25号,Anson Anson,陈尊南,陈尊南,Anson 可以告诉我看不看我的PowerPoint吗? 王海荣5A25号,王海荣5A25号 都是没有声气的 我就会在想我是不是和你们断了线 没有声气 开不到咪? 有没有同学开到咪?告诉我 哈喽哈喽,有没有人听到? 哈喽哈喽 有时候这些位置,大家快点点,鬼知你是谁 最重要是流畅 上一次我们学了三个Rate的计数 首先第一件事 上一次我们学了这条叫Rate Curve 这条Rate Curve就是 X&Y AX 是 一定的X AX 一定是时间来的 OK? Y AX 通常用Concentration 不过后来他发现 计算Concentration 不是很方便 因为很多时候要计算的模式很麻烦 所以后来我们学了计量 Presure和Volume 我计算到这条线出来这条所谓的Rate Curve 其实最重要是找到 他们的直角三角形 找到一个Sloak Tangent Sloak of the tangent 其实那个就反映了Rate 所以条线越斜 Tangent Line 越斜代表反映越快 是不是? 接着没那么斜 去到最后等于零 Sloak 如果是等于零 那就是停了反映 这个观念很重要 OK? 所以上一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 好,接着我们去到第十页 就随即 去举一些方法 怎样可以follow到 这个 Weight impression 就是反映 rate 所以 就 Bak 对时间 其实就是ande 把这个比赛三个例子 也可以湿 希望它86 所谓成的 因为它们慢慢跌,所以只有气体才有 Volume的改变,Presure的改变,或者Mars会变 最后我们学了一个Color Intensity的方法 我们上次去到这个位置,我们就二十五页了,我们先对了一些练习 第八条,我们对了八九十,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筆记的内容 再继续讲解其他,好了,我们今次就用Presure Sensor 所以你看到Presure,今次的大量,今次就是Presure 当然里面应该有气体的,他没有说的,不过你知道 Presure本来由一个低位到一个高位,起码增加 起码增加Presure,你知道一定有气体产生 如果没有可能,Presure会增加的,OK? 那你知道量到Presure,就一定会谷住 要一个closed system,一个谷住气才能量到Presure 如果不然气走掉,Presure是跟大气压热力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closed一个versal或者container去量度 好了,他问你下面哪一个graph呢? 就是上面这个graph,究竟跟下面哪个反应有关呢? 那你要特别留意这个state 譬如第一个A就没有气体的,是不是? 它只有solid和aq的变化,很明显那些solid和aq的变化 其实他们压的空间是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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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是closed packed的 是不是?那些液体固体、aq的这些state 全部都是closedly packed 是不是?无论是液体会移动也好,固体不移动也好 所以他们的产生所改变的volume是差不多等于零的,无变的 所以那个pressure是不会变的了,所以没可能会升到pressure 所以第一个就不成立了,第二个要留意 第二个就是反应前有气体了,反应后又有气体了 你发现反应前就有两模式气体 反应后出来也是两模式气体,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气体的模式是没有多也没有少到的 所以我们将那件事再仔细化 你发现看完整份筆记也没有教你做这些的,我就是做这些练习题 所以是no change in number of gases 如果是0,即是由两模式变两模式是没有变过气体的模式 我们发现volume或者pressure的改变都是大概是0的 所以b也不可能会升了,OK? 好,去到第三个了,第三个就是左边反应是两模式,右边反应出来的 product 就是两模式加一模式的气体,所以它由两模式的气体变成三模式的气体 那就有上升到 number of gases的模式了 结果呢,它就应该会上升volume,也同时会上升pressure 所以c就是答案了 最后一个就是aq,aq,变成aq和liquid也是没有气体 所以都是不会的,所以答案就是c,我先清一清画面 OK?所以我们要懂得由这一条答案里面去做一个operation rule 就是我们读camp的时候,究竟我们怎样去理解或者用什么规则去做这些题目 并且每年pass paper不断考考考考考考 我们找一些操作性的规则出来,是吧? 那我们其实就想一下,反应前和反应后呢 这个三个人就是change的意思,是吧? 有没有change in gases mode? 就是说气体的mode数有没有变呢? 无论增加还是减少也好 如果增加呢,pressure和volume增加 如果减少,pressure或者volume就会下跌 但是如果是no change的话,no change in gases mode 对不对?包括是本来没有气体变成没有气体的那些 或者两mode气体变成两mode气体 这些都是pressure keep constant,没有变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操作,这些是值得你抄低的 对不对?以至你做一些MC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好,第九条 第九条,有个学生 student investigated the reaction with menexium react with hydrochloride exit 这些反应应该熟到烂 那应该会变成menexium chloride 和出hydrogen gas 有气体产生 他就计量volume是对的 因为根据潜尼不记 我们真的计量volume 每分钟就计量volume的变化 每60秒钟 其实也不用特意变成第二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都用东西来搞 其实变成第二就比较麻烦 但不重要 我们也是照样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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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很完美的rate curve 的pattern 这个pattern有什么特别呢? 还记得三部曲 就是开始的initial rate是最快最斜 然后慢慢没有那么斜 就是rate慢慢下跌 最后rate就是等于零 就是slope等于零 开始的slog 或者我们所谓的rate是maximum 中间的变化就是slope下跌 或者我们说rate是一路下跌 又有的数字慢慢跌跌到零 看到三个区域的描述 是吗? 就是头、中、尾的描述 好,现在我们来了 我通常这样理解 你要习惯一下看图 应该要熟悉 好了,现在我们要计算平均率 就是计0秒到第100秒钟 我清一清画面 0秒在这里,第100秒在这里 所以头和尾 看到这条线是曲线 其实里面每一点的tangent line 这条线都在变,一直在跌 但是现在我们计算平均率 就是不管中间了 就是你头和尾 那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直角三个形 计算这个slog就可以了 只是看头和尾 这个就叫平均了 我们就不需要逐个时间 一定是由最高慢慢跌到慢慢低 然后拿回平均数 应该就是中间的平均的fhslog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大直角三个形 那真的要去做了,我清一清画面 那你看到这个rate 其实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change in amount over change in time 那change in time 就是0到100秒 这些没什么增压 100减0秒 抄抄个单位一定没错 好了,反而就是 去到100秒这个 我看到这个数字 如果准一点 应该 我不是用间歧 所以 你看到这里 我觉得是35.5cm³ 所以应该是35.5-0.00cm³ 好,按下来 就应该得到答案了 好,那如果 我给你的答案 就没那么准 去到35.5cm³ 刚才我说35.5cm³ 对吧 但anyways 你按完相机之后 除了100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再准一点 就是35.5cm³ 那也是一个答案 就是B 最接近的答案 OK,那些单位 小心了 别人给你什么 你就用回去 对不对 留意一下有时候 小心了 有时候这些会附的二次方 这次没有 但有时候看图这些要小心 这些不要背 看着别人 不要看扭眼 就行了 好,第十条 就给了这个化学反映 对不对 suppose rate of consumption of hydrogen 就是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就是这么多 看到它的单位 是mol per dm cube 是一个concentration 那个单位 over 时间 就是秒 OK 那你见到它有这个 那因为这个东西 是reactin reactin 在化学反映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跌 所以它应该是负数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 但是它在用这个字眼 去计算率 应该是负数 但是它在用这个字眼 是consumption consumption 就是已经暗示了减少 所以当它减少 那个rate 是减少 负负 就会得正 所以最后的数字 有没有留意 它给你是正的0.090 是吧 不会是负的 因为在这个名字的consumption 已经收了负好了 懂不懂这样看 这些 顺便练习解题 好了 那现在就叫你计算 rate of formation formation产生的product 再看那个ammonia 那真的是product product 应该是越来越多 所以是正数 所以你看到答案全部是正的 全部都是正数 OK 好了 那算这个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 他们的rate 其实都是跟回这个mol数比例 1比3比2 是吧 所以现在它比了这个 还记不得我们的rate 是可以归1的 是吧 所以譬如第一个 这个就是change in n2 气体 over change in time 1 over 1 因为这个是1 是吧 是等于呢 减1 over 这个是3 来的 还记得上次说 我们呢 学了一条general的色 很紧要的 这个 这个 就是个时间了 好 也等于什么呢 那这个product 就是 今次是正的1 超过2 是不是 今次是2 就是change in ammonia 的concentration 我将它抄回这个state 人家被gearstate抄 人家被gearstate抄 不要拦你 只要抄 照抄 看到呢 其实那个hydrogen 那个呢 就跟你最后要计的 那个呢 其实是 三分一分之 三分一比二分一的 所以你移向呢 你其实就可以计到 这个ammonia 的气体 over 这个时间呢 其实就等于什么呢 就搬个2 过来成了 是吧 就是这个x2 这个gears 好 那这个有个符号的哦 不过 刚才说过了 刚才这个consumption呢 是正的 其实如果变回那个东西呢 就变回负0.090 是不是 抄回一些单位就可以了 那最后呢 就是除二乘三 是不是 所以看看答案了 就是把那个就是 除二乘 除三乘二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就是正数呢 最后得到这个数字 所以答案呢 就是c ok 可以 好 不要让他圆了 我这里想顺便说 如果人家想问你 这个化学反应的rate 的话呢 这个rate 要留意了 如果他问你 究竟这个化学反应rate 是多少啊 这样 那你其实呢 就需要把它做归一的了 他计算那个呢 是hydrogen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就需要 负 是不是 over 就是 这个是三 ok 接着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hydrogen的rate 其实是负数的 0.090mol per dm cube per second ok 所以到最后呢 其实负和负 就会得正的了 ok 所以呢 就是0.090 over 3 ok 所以答案呢 就是0.030mol per dm cube per second 呢 就是这个化学反应 整个化学反应的rate 因为你发现每一只 东西的rate 都不一样的 因为是1比3比2的嘛 所以你怎样 一个三只东西都不同的速度里面 拿到一个的rate of reaction去描述整条式呢 其实我们就要把它归一了 可以吗 这里没有问的 所以我有时做这些题目呢 就想和你去看回这一种的观念 很重要的 另外呢 就是说rate的时候 一定用个正数的 因为其实它有reactant 也有product 一定是反应的时候 reactant一定减少 product一定增加 所以其实是有正有负的 所以呢 我们叫出一个rate的时候 我们习惯了喜欢正的嘛 所以一定是看product 对不对 就不会看reactant减少 因为整天负数 就很不舒服的了 麻烦嘛 所以你要懂得去看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不要只懂rate 还要看一看人家是rate of什么 reactant 还是product 再深一点 就看完究竟有没有收到负号 consumption 还是formation 这些字眼 不要小看这条第十条 第十条里面的字眼我们练好 所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好 接着我们跳去第十二条 好 今次就是progress of 这个化学反应 还记得吗? progress的意思 就是问你rate的意思 好 这个化学反应 有一块东西 反应的时候 看到用gas syringe 那就是一定是量度量 是不是? 那就是一定有气体 我们刚才记得第八条 我们学多了一件事 就不只是看气体 还要看它那个number of most of gases 的数量 那只gas 那只gas有增加的 所以就要看这些了 所以看一看 反应前 反应后 由没有气体 变成一模式气体 是不是有增加 有增加气体的模式 所以这个量度volume 是对的 正的 这个 solid AQ AQ solid no change in气体 是0 气体的change的模式 number of mode 是等于0 所以这个是量度volume 没意思 没变 第三个 solid AQ AQ gas solid liquid 本来由0m 气体 就会出到1m 气体 其实也是有气体 多了 所以应该都可以 有些同学说 厉害了 上一堂有听到我在科的补课的时候 欧sir说 如果要量度volume 我们要量度氢气好一点 因为氢气 就不太溶在水 dissolve in water 所以通常量度volume 量度 pressure 就用这些谷住气体那些 CO2 就不太好 因为CO2 会溶在水 还记得会产生 氢气 再可能产生 氢气 和carbonate 这些就会少了气体 所以就不太理想 声嘴听我这句话 这样的方法不是不行 不过是不理想 再加上看看下面 答案是没有one only 起码要1,1,2,1,3,2,3 所以根据这条题目 要选最好的答案 Best answer 最好的答案 就不是选你唯一认为1是最好的 因为1一定是对的 好了 现在问题 就是2一定是错的 所以2一定是错的 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b OK 当然如果再准一点 我们要求格调再高一点 3可能都被逃出局 但是在这个选择题里面 最好的答案就是3 如果你要得到level5以上 你是需要有一种细心和层次的分别 即是你不可以只是非黑即白 即是你不可以说它要么用它要么不用它 没有第二个选择 现在你发现这条里面 就是说CO2是不理想的 但是在这里来说 都可以选择 我就会一提一点 所以当你有这些灰色位的时候 你就要看清这条题目 别人的要求是去到很准还是不准 很多时候 最后的部分就喜欢问你这些灰色位 就会问你为什么这个实验 我们用完用了CO2 为什么最后是不准 为什么不准的呢 为什么不准使这条线比我理想 是缩水的会少了气体的 为什么预置比我们期待的 这些就是对于层次更丰富 所以dsc的卷是要分辨到更能力的人,还是普通的同学 普通的只是非黑即白,一是对,一是错,没有中间的,中间就会令他困扰 但你们开始要有这些,有时就是做这些练习去帮你看这些东西 好,接着我们就揭回笔记的第16页,上次我们就介绍的colour intensity是说了的 上一次其实刚刚说到这里,我逼着要结束 所以我现在就分享,我想跟你看一看视频 如果你万一看声音有问题,就告诉我吧 我想跟你看一些视频,之前第一个想看的就是Hydrogen 你首先揭去笔记,我想跟你看一些画面 最弱的是实际的处境里面,你没有做过实验 所以我有需要跟你去看一看 我已经帮你选了一些好的视频 好,揭去第十页 第十页就是menexium加Hydrochloroxid 这个实验就是studying the progress of a reaction by measuring the volume of gases product 量气体的volume 好,刚才不知道听不听到,可不可以找个同学呢? 我不叫同学了 稍后搞了一大堆,没了三分钟 不如找同学开个麦克风 说刚才看不看到和听不看到视频 看不看到?因为我不想破完这段视频 最后什么都没有,黑面问 好,看不看到,听不听到视频 好,我们继续了 好,留意 好,我们继续了 好,留意我们做的时候 不是直接加进去 要做一些手脚 因为我们很想量到 刚刚加进去那一刻 立即标最多气体那一刻 那怎么做呢? 这里就用一条绳子 像钓鱼那样钓着它 待会放下去就量了,看着 一条绳子 用一条绳子 用一个测试瓶子 加入50cm3 的测液水素 到250cm3 的测液水素 如果我们看一看笔记 我们就把它放在测试器里 慢慢放下去 这个更省水 因为有时候测试器 太大了也不能进去 这个测液水素 所以这个也值得借鉴 不要放进去 先放在测试器里 先放在测试器里 不要碰它 都还没反应 现在先放好些东西 先放在测试器里 确保不要漏气 所以全部的孔位都封了 好,现在要放在测试器里 立即出气 立即设计到0秒 要立即打开测试器 看到它的测试器在增加 随时间去到这个位置 好,如果它不再移动 那即是完整 好,再画一幅图 那就整个测试器 好,这个就是第一个实验 好,第二个实验 就是量度壓力器器 好,其实这些电子东西都是很静态 好像没有东西做过 这些高科技的 那我们有一个 这些电子东西 我们通常就用这个 叫Pasco 就是买这个测试器 就连接这个 其实现在上网下转的apps 是很方便的 那今次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KLCM Carbonate 等日后,它没有反应 因为它要倒那些HC 然后挤大量CO2来量度 好,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是飞著 那些就当您在的HC 就把HC 就让它出CO2 这个就是榨汁 那些草有H9 最喜欢看它刚刚开始 他很聰明,他有兩個頭,一個是量度,另一邊可以擠一些東西進去,這樣就可以量度到T等於0的時間 因為不用打開stopper,又要塞回去的麻煩 剛剛開始的時候,他未知已經在開機,量度沒有變,接著再進去 壓力一路上升 好,看看這幅圖,這條線都很漂亮,看見一個開頭最斜到沒有那麼斜 最歸於平淡的一個很經典的Race Curve 不過要留意,有沒有留意他最開始那個不是很斜的,少少斜才大斜 所以最開始就是因為CO2一出,他不是以氣體馬上壓力 因為他會溶到水中,所以比預期少了,然後他才溶到satuated的時候 才開始不再溶,那壓力才會回到一個正軌 這些值得留意五星星的想法 因為有時候做一些實驗,所以如果你看後段是很漂亮的 是前段最開始用到CO2下水那裏 這些都是很值得在五星星五星的公開試問的問題 所以不可以不懂,這樣可以嗎? 好,那最後出到這幅圖 這個我覺得大家如果想拿五星星五星那些 其實很需要這樣的畫面 所以有時候看最好,有時候太心急 就是很想說多一點,說快一點 但有時候你們最需要的就是畫面 好,第三個實驗,就是你揭去筆記的第十三頁 就是加力無少量度,所以將一個消防會 就是跟BIXX上的減量度 就是資料用大量減量度 Lam 包括吳瑪さん的患者 ereaction mixture 他不是去量度CO2的iences 它在量度成瓶的重量,你知道它一直減少,那就是CO2來的 我們看一看畫面 這些兩種東西混合就會出CO2、水和氧化碎 那時候你看到它倒得這麼慢,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說一大堆英文,要給點時間 所以你實際做是比它快的,不用慢慢聽那些描述 很重要這個位置,你看到你混合完之後 那個總重量,你那時候才來決定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照樣放,就是將那些東西未混合之前 都放在榜上,那這個就應該是成瓶東西的Total Mask 那你留意一下,那個Cotton,是不是? 那裝著那個Kalcium Carbonate的那個石子兜都秤上去就對了,對不對? 那因為廢鬼事,將Kalcium Carbonate放在榜上弄髒的榜 都不夠專業,那樣就最好了 然後一混合下去之後,它的總重量應該沒有變 然後一路走CO2就越來越輕 留意一下,現在的總重量是108.15,是不是? 看得住了 好,量度時間了,準備 混合下去,按壓 謝謝 那因為它要說,就不能同時做,其實應該同時做 一混合下去,好在你們如果做,一組裡面有兩三個同學 就可以有同學加東西,有同學按鍵,同一時間做 就不應該好像這裡,加完下去才按鍵,其實是同步 好,一路出CO2,是不是? 看到上面彈了一些水花,所以有個海綿 看到剛才是0.8.15,現在已經輕了0.05克,好,繼續 對方說,每個半個小時,要約8分鐘,錄製整個數目 最後,把數目的改變的形式,順利到的顏色 對方說,整個數目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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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個數目的改變 對方說,整個數目的改變 用一種有顏色的東西用Colorimeter 這就是Studying the progress of reaction 就是量度的 rate Between泵面和methanol exodus的反應 因為泵面有色的,反應出來的product是沒有色的 所以由有色變無色,就越來越淺色 我們可以量度改變顏色濃度的反應 我們看看設定,稍後我進入筆記講,就可以快點了 因此 2013 试试,我们正在幽黄酿和硫酪酸醋 你看到两个硫酿液混合,还没有反映 硫酿液是橘色的,而硫酿液是没有複色的 混合的时候,硫酿液的水会越来越反映 就会变成一个崩面或者是崩尾的类型的 货币是模式的 它就会越来越浅色 就用旁边这部什么机呢? 就是Colorimeter的机 OK,我们继续 最后,測試Colorimeter的第一步 根据第八本书学 第一步不是立刻用它去量度我们的认识 因为我们要调控它的平均 所以它刚刚失了一支就是distilled water 我们定义为最干净的就是零 那我们还记得有一个filter用什么呢? 橙色的对应色就是蓝色,所以它会用蓝色的filter OK 你会发现它也会吸收东西 先调控它 那它就调控它 本来它是distilled water 下面那个是absorbent 所以这个meter是倒数的 由点8,点6,点5,点4,点3,点2,点1,点0 这个是反过来数的 因为上面的transmittent 去到100%就是穿透 最高就是零 所以上面如果是零的transmittent 不穿透我们会发现它是无限大的absorbent 什么都吸收了 好像是黑洞的 什么都吸收了 OK,所以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因为我们用distilled water 估计它应该是最干净的 我们将它调控上面的按钮 就调控到零 我看到它调控到零 好了,这个按钮不要动它了 那我们以后后面那些 就用standard去做 好,混合了methanexer 混合了酸 要加酸去帮助它 还没反应 好,一混合了它 你看到它混合得不好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应该有些油性 有些水性的东西 有些油混合的东西 好了,那现在呢 它就拿回它的食物 先嗷一嗷它 其实已经在反应中了 好,我看到它有一个 这个反应不好的地方 就是有两层 这样就熬完它之后 有些油的 OK,它已经是有色的 我们就量这个色的变化 好,一放它下去 量不到混合那一下 一放它下去的时候 你看它的absorbent 在下面那里 absorbent大概是0.5和0.6中间 对不对 所以是0.5多 一路跌 一路跌是什么意思 absorbent越来越少 那就是越来越浅色 对不对 那是合理的 因为bombin 一路反应 就由一只bombin有色 变成一些bombin无色的 organic compound 好看 它应该浅色了 看看吧 你看到它刚刚拿出来的那一刻 你看到没什么色的 所以其实用肉眼都看到 不过不够数据化 数字化 我们用这个colorimeter 就可以把它量化得更加准 好 留意这个 我们计算的是absorbent against time 你看到 由最高的数字慢慢跌 看到那条线也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absorbent 也是反映了bombin 的concentration 这个关系 好 这样就可以回到powerpoint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第四个 就是change in color intensity 那就是用什么呢 我们其实就是用colorimeter OK 我们用那个就是用 那部机叫colorimeter 那个方法 那个method 我们叫colorimeter OK 用这个colorimeter的方法去量度 刚才那个呢 刚才那个呢 就是第二个反应 这个是bombin 刚才那个video 那个呢 就是用了个 用了个 methanone exit COH 一个carbon 今次这个不是methanone exit 而是叫propanone OK 不要紧要的 这些反应你不懂的 人家给你的 总之呢 这两个东西混合之后呢 产生的那两个东西都是没有色 没有色 colorless 是不是 那些organic的东西都是没有色的 通常 bombin就是橙色 所以由橙色变成没有色的东西 所以如果bombin的浓度高 我用回这些符号 bombin的concentration 越高就越深色 是不是 越来越浅色 再浅色 甚至呢 如果bombin的concentration 是等于零的话呢 那它就会是colorless 所以透过呢 它们的深浅色呢 就是所谓的color intensity呢 就可以反映到它那个崩面 就是有颜色的东西的concentration 是高还是低了 可以吗 可以量化 当然这个有个名字 那个color intensity呢 我们就说量它的absorbent 所以当它是由有色变没有色 那么它的absorbent 就由高位去肯absorb光 所以就有色 那就慢慢转 所以它就由高位去低位 如果有些反应会反转 由母色变有色 就会反转增加 好 还记得我们第八本书学的东西呢 是不是 忘记了呢 我们在这里提醒你 那部机叫colorimeter 有些全光谱的光 就射过来 接着经过filter 是不是 还记得用它对用色 所以如果它是橙色的话 如果你那只chemical是橙色 那它就会吸蓝光 如果那只chemical是蓝色的话 是不是 所以我们用什么filter 就是用光的色的filter 所以这次我们的sample 如果是橙色的话 那我应该用蓝色的filter OK 好了 它吸的光是最多的 最有影响力的 OK 接着用light detector 就看一下 原本进去的光是100% 现在少了多少 接着用data locker 接着用电脑 还是 刚才不用电脑 刚才用那个标 看到吗 那个标呢 是不是 就看absorption 那里去决定 OK 好 那这个呢 之前学过 不太多了 好了 那里postature 第一步 刚才记得了 就是用个去整个calibration curve 是不是 用不同的concentration 刚才画了那个 它就没有对应 concentration against time 的 刚才呢 就用absorption 但是如果我出到 calibration curve 的话 我的absorption 就可以跟concentration 那里拉上关系 那所以呢 可以透过absorption 就可以对应 实际的concentration 是多少 那其实一样呢 就可以对应 concentration against fun time 我们可以看 那条 漂亮的rate curve OK 但是如果你自己 转换做absorption 其实是一样的 可以吗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absorption 和concentration 关系呢 这个叫做calibration curve 好 接着呢 就进行最重要一句了 现在呢 将我们的sample 混在一起了 OK 这个就是sample 那一混在那一下 t等于0 开始就反映 rate 就开始由最斜 是不是 由concentration against time 呢 这个是concentration against time 那你发现呢 它就由最斜 到没有那么斜 是归于平淡 类似 看看那个是reactant 还是product 那就开始量度时间了 所以就开始要秒标了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看到呢 第一步呢 就是另外做的 希望出到calibration curve 就可以透过absorption 去估计 对照它的concentration 接着就第二点开始 就是真的量度那个rate 那个实验了 好 接着透过calibration curve 就估计 对照你不同的absorption 就找到实际的concentration OK 这样去做 那最后呢 就出到concentration of boming against time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rate curve 这个叫做rate curve 这个叫做rate curve 刚才你看的video 他没有做这个 他就直接把那个数据的absorption 就算了 那其实你知道呢 其实absorption 其实就是跟concentration of boming是有关的 boming越多 越深色 absorption就会越高 所以你一定要说到这个关系 这个了 跟我打五个星了 所以absorption 其实就是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那种有颜色的sample 譬如今次是崩面 OK 这个观念公开示意 整天都要你们写的 因为你们在量度颜色 高低深浅 别人会问你 为什么要量度呢 它有什么关系呢 你就要告诉别人 它那个浓度应该是跟它成正比 OK 所以 如果lightabsorption 如果是减少 那浓度就会减少 对不对 如果它增加 它就应该是增加 好 那现在呢 根据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量度它的coloured reactant 或者product 那它有机会的absorption 就会增加或者减少 就反映到其中一种东西的concentration 你知道它们是跟回比例 有多少比例 譬如这里 它是2比5比16比2比10比8的嘛 所以你只需要找到其中一个呢 其实用回它们的比例 就找到其他所有的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有色的 是紫色的 其他那些没有色的 没有色 没有色 所以当它进行反映的时候 它由一个深紫色 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浅紫色 甚至就没有颜色了 如果它越有颜色 那absorption就应该就越高 那当它一路反映的时候 那absorption就应该越来越跌 对不对 那跌到去到没有了 那应该absorption就应该是零了 要有这样的观念 这个方法反映不是很好吃的 但是你至少知道Permangani 就由有色变无色 所以absorption就会跌 所以你基本上知道 那absorption就应该跟时间 那这东西应该就慢慢地跌 那当然这个absorption 其实就反映 concentration of permanganase 的concentration 也是慢慢地跌 那你看到有一个关系 那我们不如试试做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视频的那个 刚刚视频的那个 刚刚看视频 就是泵面遇到这个 methanonic acid 对不对 那它反映出来就会变成这些 这些是没有色的 这个没有色的 这个是有色的 这个是什么色的? 我们一直都用它 好了 现在suggest 两个fiscal method 就是说你量度的时候 是no new substance form 没有化学反映的 你只是量度它那个 就是纯粹量度它一些变化 但是没有化学反映的 họ没有能感动 没有 zmian去那些 chemical 好了 那有什么方法呢? 这样呢 我们认识的 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种 已经学到第四种方法 就是用cular intensity的那个方法 thing based testing 那其实用 其實第一个方法度Volume 第二个方法度 fortress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d ont loss in Mars of reaction mixture 对不对 記得頭三個都是要有氣體產生的,最後第四個方法就是有顏色的東西多了或少了 第一有,碰面是有顏色的,而最後出來的那些是沒有顏色的,所以第一個方法一定可以 就可以用color intensity的方法去做,第二個方法就是有氣體產生,就是CO2 反應前沒有氣體,反應後有氣體,所以多了 number of most of gas 所以它應該的volume會上升,pressure也會上升 當然它也會loss in mass,所以隨便一個都可以 你可以讀volume of gas,也可以讀pressure,也可以讀loss in mass of reaction mixture 答得準一點,好嗎? 即是你在讀volume of the氣體,在讀pressure of the system 成瓶的壓力,loss in mass是甚麼?就是成瓶的總重量,對不對? 不是氣體的loss的重量,所以這些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你是level 4還是level 5星星,其實就是一個層次分別 很多時候的同學沒有答到off什麼,很多時候這些就是一分一分就失去了 OK,好,接著B,就是for each method,subjects in A 剛才A,這裡我選了兩個說的,是不是? Sketch curve to show how to measure the fiscal parameter parameter就是你量度那些,究竟是volume,pressure,mass 還是absorption,這些我們叫做parameter 這些参數變數的東西,which change with time 所以如果你量度CO2,你會發現它就是,開頭很斜 慢慢沒有那麼斜,最後歸於平淡,是不是? 但如果你量度absorption,那就是reactant來的,所以開頭也是最斜 不過是反過來,這個是涉及reactant 如果是products的話,就會上升了,所以你要留意兩幅不同的 這個是product那種圖,這個是reactant那種圖,OK? 所以這個要留意了,所以如果你量度那個是pressure,如果你量度那個是 如果是pressure的話,基本上都是這個 但如果你量度那個是absorption,或者是loss,或者是total mass of reaction mixture, 你會發現它就跌了,是不是?整個東西跌,是不是? 還記得我上次說,剛剛反過來的顏色,就是剛剛好 就是mass of CO2產生的那個,OK,這樣就可以了,我清一清畫面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product的變化和reactant的變化 那兩幅經典的rate curve的圖,OK,可以了,是不是? 好,接著就去到第十九版,就是我們混合兩種chemical 這個基本上十次有九次半都是說這個反應 就是sodium phalophil,sodium phalophil,其實就是sodium症和phalophil 就是c2O3二負,原來這隻東西遇到酸,hydrogen ion 遇到兩個,原來它會產生就是so2這個氣體 和會產生一隻黃色,這個很重要,這個是yellow的PPT 和會產生x2O,OK? 這隻東西原來是黃色看起來是混濁的solution 所以我們有其中一種做法,這個化學反應 這個很特別的,這個就是very unique的反應 所以基本上這個化學反應要背的 就是它還要到一個程度就是考慮這種方法 study這種方法就是一定是考這個化學反應的了 那麼出到這個yellow PPT 那麼我們很多時候怎麼做呢? 我們就找一張白紙下面打了一個counter,OK? 那麼上面就放這兩種chemical混合起來 那麼我們就量度那個時間,這個妙表 我們就量度那個時間,一混合起來的時候 它就滴答滴答,就開始進行反應 就開始出這個yellow的PPT 那麼開頭出都不是很多,還沒遮到這個counter 我上面用眼睛就看上去這個i 那麼我們就看下這個counter 我們就看看什麼時候這個counter 被這些黃色的PPT遮到看不到 看下去,那麼我看到它就會很混濁 cloudy的樣子 cloudy,OK? 那麼我們就看看我看下去那個counter 什麼時候是不見了,OK? 所以我們看一看,我們的procedure 就把這個chemical放在一張有交叉的白紙上面 這張白紙下面有個交叉 應該跟回覆圖,應該是剛剛摘到正在上面的 OK?我再說一次 交叉應該是剛剛看上去的上面 開頭這些全部都是colorless的solution 是看得很清的,OK? 好了,那麼留意了,當你混合hydrogen iron 下去的時候,它們就開始反應了 就要量度時間 所以剛剛開始,這隻眼上看下去的時候 這個平面套就變成這個位 OK?我們就發現一邊去,一邊去就開始出這些黃色的sulfur solid 的yellow purity 我們就一邊度量時間 我們就看看什麼時候量度到yellow purity 多到一個程度,剛剛遮蓋著那個counter 你看一下 看不到那個counter 我們就量度時間 我們發現如果它越快去看不到 它就應該反應越快 OK?當時間越長 rate就代表它反應越慢 當時間越短,很快去遮蓋著counter 代表那個counter就大了 所以在某程度上,我們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原來那個時間 不見了counter的時間 其實就能反映到那個counter 反映那個counter的程度是什麼呢? 我們叫做 average rate 只是量度時間 原來跟時間遮蓋著counter是乘反比的 所以當時間越長,rate就會越短 反過來,當時間越短,rate就會越大 這個很重要的,跟我打五顆星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已經定義 rate就等於change in concentration of chemical 那種amount超過時間 你發現時間和rate 其實一開始的定義就是乘反比 今次的amount就是收乏的濃度 剛剛遮蓋著counter,剛剛每次遮蓋著同一個濃度 所以這個就是constant 所以還記得數學 rate乘反比其實可以等於 成為constant 進去over time 今次的constant 其實就是剛剛好 收乏的PPT的濃度 剛剛遮蓋著counter 每次都是一樣濃度遮蓋著counter 所以其實就是同一條色 所以時間和rate乘反比 我們是英文這樣說的 你抄一抄它 圈低它 第20版 就是那個時間是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成反比的觀念 所以剛剛說的時間越短,速度就越快 好,那我們揭去筆記36.1 36.1 那我們不如做一些練習去練一練 這個suggest with reason 講一個fiscal method去量下方的公式 不用講那麼多實驗的details 反應前 Aqliquid gas 反應前是沒有氣體 反應後有1mol氣體產生 是不是多了氣體 所以就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以包括讀volume of gas 抄底下筆記 第20頁 volume of gas 然後就可以用什麼 你這些考試 公開試 你說讀volume 別人就會要你說清楚 用什麼儀器去讀 就是讀 gas syringe 是不是 要懂得畫一下圖 甚至 這個就是gas syringe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這次不是做實驗 簡單而是量度到速度 你一定要量度時間 在一個regular time interval 譬如每60秒鐘 或者每30秒鐘 測試一下 反應快力慢 如果很快就測密一點 如果很慢就測密一點 如果很慢就測密一點 好了 接著解釋的原因 就告訴大家 有Auction gas 產生 你發現 你懂得看這個是氣體 都重要的 雖然它給你了這條式 但是你給你了一件事 但是你告訴大家 是氣體 很重要 有O2的氣體產生 好 好 第二 B B 第二個反應 就是 第二個反應 就是 鋒面加這隻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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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氣體 唯一 就是這隻 有顏色 這隻是橙色的 這些 全都沒有色 這些 屬於 Group 1 那些 Group 1 至7 那些 鋒都沒有色 那些主體 主體的鋒 鋒都是沒有色 都是 顏色的 主體 就是 Group 1 到 Group 7 變成鋒 Coreane 變成鋒 鋒 不止 這些 例如 Menexium Group 2 變成鋒 就沒有色 不止是這樣 如果有些組合 例如 S和O 都是屬於Group 6 變成鋒 這些都是沒有色 N和O 一個Group 5 一個Group 6 變成一些組合的鋒 都是沒有色 對不對 這些就是沒有色 那你要讀什麼 讀Color 就不夠專業了 你要告訴別人 你讀的是 Absorbent 或者 Light OK 再不專業 沒那麼專業 都OK 就可以讀 Color intensity 公開試 這樣也有分 當然最專業的就是 Absorbent 好了 又要介入時間 Regular Time Interval 另外 為什麼可以這樣讀呢 就是因為 有一隻東西有顏色 告訴別人 那隻就是 Bomine 是Orange 所以它的濃度的高低 會影響 它的 Color Intensity 所以濃度下跌 Color Intensity 也會下跌 所以 Light Absorbent 也會下跌 OK 當然 化學反應前 這隻東西 是Monocles 反應後 反應前 這隻是Monocles 反應後 這個也是Monocles 但是 這個是Ions 這個也是Ions 反應前 是沒有Ions No Ions 反應後 是有Ions 是不是 所以其實Ions Mobile AQ 是通電的 所以有另外一個做法 可以量度 Electro-Connectivity With Time 這個不是最好的 不過 你都學校 以至日 五星星 五星 你都會知道 其實最好的 應該是 搭另一個 用Color Intensity 好 你會發現 Number Of Charster Species Of Reacting Sign 和Produs Sign 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不太喜歡 Number 其實應該用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這兩年 一直跟著我教你 其實你描述通電 那些 或者顏色 那些 應該不用Number 亦都不用Number of Most 用Concentration 考慮 Volume 才是對的 公開試接受 所以你跟我改了 就是Concentration of Charster Species 即是Ions 反應前和反應後 Reacting Sign 和Produs Sign 是不一樣的 其實某程度上 再說得清楚一點 就是Concentration of Ions 是增加了 所以它的通電能力 就會增加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就會增加 所以你能量到那個 亦都是越來越通電得好的 所以如果畫回圖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其實開頭通電就很差 慢慢會增加越來越好 最後沒有再變化 那當然 可能你會再問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是什麼 那很多時候 其實就是Ampire 那很多時候 可能甚至是很微量 一個Mini-MP 簡稱MA 這樣去當 那當然其實在筆記 它未必會要求你的 那但是呢 告訴你們 等你們的水準 這些都是有毒就背到 沒有毒就背不到 是不是不需要遲些說 在這裡就說 你寫下它 好,再練一下 36.2 Justify the technique Used to follow progress or reaction 那這次就是Exit通加 RD 這隻有色的 這隻沒有色 那這隻沒有色 雖然貼了RD 都是RD沒有色的 這些都是沒有色的 這些Main Group的Ion 都沒有色 所以由有色 就變成沒有色 OK 沒有氣體產生 沒當沒笑 好 Suggests a measurement technique also used to follow the progress 即是涉及Rate 即是量到Rate 第二就是解釋 為什麼這個技術是好 一會兒會說最後的 Titrometric method Analysis 首先講一下RD是有色的 RD是紫色的 不過這次不是Pure 這次是混在水裡 這次是啡色的 這些是融入AQ 或者變成Solution 就是啡色 好 那你發現 它就是concentration RD就會下跌 當它的濃度下跌 一直反映 因為它是reaction 來的嘛 所以當它的reaction 一路反映 一路越來越少 減少的時候 所以它會的色 越來越淺色 Pure Pure 所以你用一個colorimeter去量什麼 你量個color intensity 或者量什麼 就是light absorbance 懂不懂這些字眼 要用得很熟 其實這裡你又跟你溫回第八本書 的colorimeter也是那些東西 所以很便宜 為什麼我選了color 為什麼我們選了第八本書 因為我們在現在說的第四A本書 都能用得回 其實很便宜 好再下去了 究竟為什麼是好過做titrometric method 就是chemical method 就是抽些chemical出來做titration的方法 其實那些同學不太喜歡做titration 因為有時候是笨手笨腳的 有時候是做不及的 那些反應快到 你做一次titration 可能要15分鐘 但你15分鐘做一次titration 太慢了 只有一點而已 所以如果我們做color intensity 那些 哇 我們很有空 那部機和我量度的顏色 就已經反映到concentration 就不用進行titration 慢慢去做了 所以它可以是continuous monitor 那個progressor reaction 每一秒鐘都即時顯示到color intensity 即時顯示到concentration 所以at the same time 我們也不需要理會 它自己一直量度的東西 它自己反映到尾 所以不需要有抽出來的麻煩 一會兒我最後再介紹這個方法 所以這個方法是非常適合很快速的方法 即是colorimeter的方法 是很適合快速反映 因為你不用做titration 15分鐘只有1點 可能15分鐘不夠已經反映了 但你放在機器自己去量度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量度到無限那麼多點 即是你那幅圖可能是這樣 這個absorption和時間 你會發現你量度到無限那麼多點 是不是這裡可能有無限那麼多點 變成一個continuous的線 非常好 但如果你做titration 可能15分鐘只有1點 15分鐘1點 你那條線就沒有那麼漂亮 甚至可能量度1點就已經收工 那你1點就不能出一條線 好 接著B 它說 It should be noted there may have more than one method for progress 即是量度 rate of reaction 是不是 好 subject and explain 三個不同的方法去看這個 Calcium carbonate加Exit 就會出這個東西 這東西是氣體來的 所以涉及氣體已經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第二個第三個方法 OK 所以你可以量度什麼 包括第一個方法量度量度 我們可否 suggest和解釋 有時候我們最弱的應該就是解釋 你不用說為什麼量度才可以 你便告訴別人 我們用什麼方法量度 對 什麼儀器用 gas syringe量度量度量度 主要原因就是有气体产生,那气体就是CO2 gas 另外亦都可以量度个gas pressure of reaction mixture 整个系统 那就是随时间,那又要close system,那其实说真的 量度量和量度都要谷住气,都是close system 当然这个方法是否最好呢?未必的,但是都可以 其实一剔一点,不可以说不行,虽然CO2会溶到落水 最初未saturated之前可能会少一些,后面会追上来,因为溶到尽 第三个可以量度degrees in mass,或者loss in mass reaction mixture with time,因为那气体是会逃走的 你用这些字眼最好,escape 那所以那个total mass 就会越来越轻了 OK,那所以3 是吧?头两幅图都可以这样显示 volume or pressure 是吧?这个时间了,最后的幅图呢 就是mass 就一直跌 是吧? 跌到最后就不是零来的,因为那一瓶没有走光 所有东西的嘛,是吧?所以 他还没去到零的 Mass of reaction mixture total mass 对不对?这些 做多几条你就发现 哇,又一样的,是吧? 那考工开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是值得去取分的,就是我们开评的同学是在这些地方追 很多时候你读chemistry的负面感觉 在中四下期到中五 那些call那些很多化反应很难背 我们来着慢慢重温去背 反而我们 我们后面这些 这些化反应给你,你做啊,计算数啊,数一下格子啊,看一些幅图啊 那很多时候的同学都是做得不错的,所以 不要放弃啊,所以 是做得很好的那些同学会 好,接着说到最后的方法了 就是那个 21版 就是这个的用一个chemical的方法 那就是随时间 一路抽些chemical出来进行titration 那我们最后进行titration呢,我们最厉害就是 exit alkali的titration加indicator 所以很多时候 你的那个化反应 第一,要很慢的 要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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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快的,你做titration做不及的 那很多时候只有一点的缘,那就没有印的 就是你起码你 你起码你出到 你起码是否出几,起码是两三点呢,找到一条这样的线 那所以你起码在 在你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起码找到几点,你起码不会做一次titration就完结了 那另外呢,通常里面涉及 Hydroxyl或者Hydroxyl有变化 就可能会 比如这里的Hydroxyl是reactin会越来越少的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用一个standard 的exit Hydroxyl,譬如Hydroxyl和它做titration 那透过standard的Hydroxyl所用的volume 就反映到 你里面其中的reactin 那个量一路下跌,那你一样 出到这个graph 这里呢,举个例子,好吗 就是这个是Aster来的 那Aster呢,其实是会和Hydroxyl在3B本书我们有学过的 那就会进行一个Alkline Hydrolysis of Anaster 它就会变成了一种,好像肥皂的 是吧?一种sodium ethene 另外会出alcohol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在货币呢,我们着重的product 来到现在我们科A本书呢,我们着重的那个就是数据上面的分析 就是看它的rate 那我们就去研究一下它究竟跟rate的变快点 那看一看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 就会 首先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但是把你那只Aster 混在一起,一混在一起 一混在一起,就开始 react 那应该一混在一起,它们这两个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那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reactin 就一直越来越少 那我们的主角是这个的 因为呢,我们最能够就是看reactin里面的 Hydroxyl是碱性 强碱性 strong alkali 所以你知道呢,在一直反应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越来越少 那我们呢 就 我们就一开始就抽它出来 OK,那我们用PiPET 可以吗? 抽它出来,但是要留意哦,抽它出来都还在反应着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过程呢 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叫做quenching 这个quenching呢,就是代表 就freeze了反应,或者stop了反应 让它不要反应 因为你抽它出来,它其实里面还是混在了两个东西 在那个PiPET还在反应着 所以我们一定要停了反应,才慢慢做titation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用的方法呢 就用降温的方法 所以倒它进去ice water 那温度一下跌,就会停了反应 反应慢很多 那当然呢,ice water 混在了之后 浓度concentration也下跌 浓度越低,那个速度也会下跌 也都会慢了,那么rate 就会一路跌 跌到的程度呢,我们会觉得呢 它应该是等于零,会停了反应 这个叫quenching 或者freezing 好,接着呢就慢慢做titation 那当然你要加indicator 那你上面那个呢,就用hydrochloride exit 一个strong exit 而下面那个呢 就还有一些残留的soulin hydroxyl 一个强酸,一个强简 你用philiphylene也可以,用methyl orange也可以 因为事但两个都加多一滴,会转色都可以 那这里呢,他就选了philiphylene philiphylene在hydroxyl下的简性 就应该是什么色呢 就应该是紫红色的 那加多一滴 的酸 令到他中和的话呢 就会变成colorless 那他就会变色 所以你最后的color change 就会是 由紫色 譬如由红色就变成colorless 就是end point 所以我们首先就把两个reactin 混合了 Aster和soul 都混合了 这个反应是慢的 所以不要紧 有时甚至怕它太慢 比较热 然后就定时 譬如每五分钟 不知道你五分钟做不做到一次的ditation 每五分钟就 就排排它出来 然后就弄到冰水那里 这样就会crunch了 或者freeze了 或者stop了 OK 然后就慢慢做ditation 用standard 然后就记回volume 应该就越来越少 因为 你的soul和hydroxia会越来越少 所以一路随时间 一路计算到所用的exit 就越来越少 因为 Hydrochloral exit 和soul和hydroxia反应 就会变成sourced and water 所以这个越来越少 这个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最后你计算到那个 volume hydrochloral exit 其实就会越来越少 对不对 接着呢 这个volume 其实就反映soul hydroxia 那个量 number of moles 亦都反映 浓度 concentration hydroxia 所以呢 其实都是 他们是有关 性正比性正比 所以就会出到一条这样的线 OK 去到最后不是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机会你加了 excess的soul 就会变成了 所以就算最后的反映是停了 反映了 你抽出来的 还有 残留soul 但是这条线就反映到这个速度 是不是 这条线就是一条 race curve 行不行 所以呢 你困层很重要的 是不是 你怎么去做 我想和你看完这个视频 这条线就是用Aster 看看题目 Study the progress of reaction by titrometric analysis 或者叫titrometric method 是不是 那就是做titration的方法 那我们看看 这个是 上面呢 就倒定那个 standard的 Hydrochloric acid Clap the barret vertically in a stand 还记得 这个是 在那个 扇头那里 实是 倒了一些东西 有很多空气 在里面的 所以记住 开大扇头 冲走 这个是这样 冲走 冲走 里面的空气 让它 completely filled 好 现在呢 这一套东西 就是你将 Ester 拌入 sodium hydroxyl 行不行 然后按个秒标 就开始反应了 好 现在呢 它就倒了 sodium hydroxyl 大约可以了 因为抽出来的25cm3就准了 现在 加热 让它反应 因为太慢了 反应太慢了 这个反应太慢了 Ester加 Alkali的 Hydrolysis太慢了 所以很适合我们中学生做的 所以慢到的程度 你可以量到很多点 所以这里加热 加速反应 都不是很多 这样就出来的数字 都快一点 令到我们做的反应 变化会大一点 攪拌它 好 还没计算的 因为还没混合那只Ester 一混合它下去 就开始秒标 这个视频好 放在一起来看 这个人好像睡了一觉 他倒的时候也不按秒标 所以他倒了 有些人一开始就按 有些人加了才按 有些人加到中间才按 三个方法都有发生 其实相差不是很远 好 准备一些冰抽出来 第五分钟后就量 加好一些水进去 因为一会儿冰水 就可以把它停止反应 冰水的温度低会慢了反应 但是里面的猛数没有多度的 请问 Turn off the stirrer of the magnetic stirrer hot plate withdraw a 10 cubic centimeter portion of the reaction mixture with a pipette 这次不是抽25出来的 他抽10的 看到这支小支的pipette 有没有留意他在抽的时候 还在反应中 那时间也是在动的 所以他现在在量度的 不是第五分钟 他在量度的 看看他什么时候困出来 就是第几分钟 看着 那他在量度的 那他应该在5分多秒 很流量的 所以如果你让我做 我不会这样的 我会在4分30秒 开始抽的 抽了出来的时候 看着秒标第五十分 即是5分钟 就立刻加进去 你画那条线 就会方便一些 就是5分钟10分钟 就不用5分20几秒 你看那个 画那条线 画的那些黑度 就很流量 好 现在困了 冰水 好 这个化反应是继续的 一等五分钟后再抽 让他继续反应 2 decimal places ad 2 drops of phoenofalene indicator to the reaction mixture run the dilute hydrochloric acid prepare to the conical flask until the indicator changes from pink to colorless 好 粉红色就变了做母色 就是那个empol take the final barrette reading to two decimal places 做一个没意思的 那做多几个 看一下时间一路去 应该hydrochloric acid用少了 好 时间又去到第十分钟 又是他做得不好 他应该九分多就可以抽 刚刚十分钟就放下去 这次用的hydrochloric acid 就会用少了一点的 因为react 多了 好 刚才11点几 现在去到10点几 看到这个分钟好 5点39 10点06 是不是 所以如果方便 应该5点00 10点00 应该早30秒钟就开始抽 这样做 好 看见出温度绘성이 已经由四点几 三点几 二点几 几点几,一点几 所以一样能够出那条线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笔记 所以固定很重要 固定就是防止更改变 那其实你就可以缩冻做反应 另外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第一就是导致的方法 第二就是低温温度的方法 其实第二是最有效的,降温 有些同学在这些地方是有困扰的 就是混合了会不会少了呢? 其实数量的数量是不改变的 所以很多时候反应所用的应用是不会增加了 所以不需要担心混合了 好,那这个方法有什么不好处呢? 那些同学不太喜欢做Titration 就是你会抽些东西,抽到干糖 那些东西会冒掉的 不像用Colorimeter 用小小已经很elegant去做这个反应 另外Continuous measurement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只是拿一点点而已 一点,两点,三点 你中间就画这条线 但是如果你用Titration 你发现就可以拿到无限的点 这个就是所谓Continuous 去做了 另外一个时间的问题 就是Titration做一次 其实五分钟应该做不到的 就是稳定一点 15分钟可能才做到一次 所以有些同学说不要紧 我五分钟先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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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差不多了 36.4 Why is it better to select a method Avoid sampling for the progress of reaction Progress,就是跟Rate有关 为什么认为Rate 为什么很重要 就是需要做这件事呢 主要原因是 很多时候抽样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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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就是普洱窿,第二條,我們的普洱窿和泵面有這個反應,這個有色,這些沒有色 所以問你how,可以區區這個反應 如果用烤飾器就不用區區,如果要區區某程度上就講一個chemical method 其实是在用泰泰metric method,主要原因就是这种东西,这是酸 所以一路反映酸会越来越多,应该就会用一个standard sodium hydroxyl和泰泰 你发现就会越来越多,那现在你如何困取呢? 你要停止反映,刚才也说了,第一要降温,第二要加大量的水,所以很多时候加冰水最好 因为加冰水就达到两个目的,就是加大量的水去大润水,还有就是降温 所以两样东西,另外describe how you could follow progress 就是能够认识的Rate by Exit Alkali,就是因为有泰泰泰泰 反映前这些都不和酸碱无关 这些全部和酸碱无关,只有这个 所以你再说准备,通常用泰泰泰 同时间拉上关系,定时就抽,然后困取 然后呢,就tiltride with Standard Sodium Hydroxyl solution 这个Lone Concentration 那最后就可以量到Hydrogen Iron Concentration 最后你能够量到Hydrogen Iron Concentration Hydrogen Line 随时间一路上升 第二条,这个应该很容易,有气体,反应前有四模的气体,反应后有三模的气体 这些都很明显,这个你们自己做吧,我再给你们答案,在这一两人里面 好,接着我再看11这条,我想你们自己做 我说了13,我们今天就点名,好吗? 这两个,这个混这种,变成这种和这种 你知道这种有色,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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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 好了,现在他问你用什么模式量量度,是吧? 你发现第一,用颜色就可以了,因为Permangani就是由有色变成没有色 是吧?那你量个颜色就可以了,第二,有气体产生 是吧?反应前没有气体,反应后有10mol的气体 虽然CO2会溶下水而已,所以weighing的Mask 其实因为有气体产生应该都可以了 好,另外就是你看到,反应前16mol的Hydrogen Line 反应后这些没有所谓的酸碱,所以Permangani是有机会变成的 所以三个应该都可以了,所以答案就是D 三个都可以follow到里面的reactor 好,回家,即是现在在家,和我做完后面的练习 这些是很值得去做的,可以吗? 其实我上一次说,我想你抄下 上一次我跟你说,就是根据刚刚中五 他们的可能性的五星星是130-135 如果拿五星星那些,在刚刚中五的课程中五 是由101-113都有的 如果在level5,由32分那个,很厉害 这个一定很努力,在中五的暑假一直狂追 到最后拿到5分,对不对? 到level4的,由55分到58分都有 38-55分那些,有很多时候有机会去到5分 今年你们这一届中五的课程中五的课程中五分 平均分大约75分 如果对上去年那届,75分有机会拿什么成绩呢? 75分就是在这两个区域里面 有机会你平均拿4-5分 有些同学还是低一些,很失望的 我想问,就算你低于我现在的平均分,55分 如果你是55分左右 其实你有没有留意55分呢? 都在这三个区域里面有机会去到3,4,甚至5 就看你的做法了,你会不会努力了 所以我刚才叫你做那些练习一定要做的 你不可以一定要欧sir,要逼你,不做就留堂,扣分 这些逼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补货不见鬼了人,千万不要这样 真的生气一点 我希望这些同学呢 希望好像这个32分的同学一样 虽然不是很高分 但是要追,有做事的 他不是懒了,然后避免 他真的出席了我的补货 真的做了些练习有问题 最后是拿到level5的 真是干中要做 所以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呢? 就是来到星期二了 就在学校见了,37课 请你带37号的笔记 好,我点完个名字就可以完了 那就第二个 好,send send那个 好,有问题可以留下问我 那现在传了一条链 你点完进去 自己订阅了就可以离开 我们下个星期二 就会37课 那今天我尽量就传了36课的答案 给你们一路做一路对一路对一路做 我上次都传了 今次呢 趁你们现在打铁针热就去做 好,OK做完就可以 send就可以离开了 拜拜